进入8月以来,短短几日,猴斗疫情在美国飞速传播,几乎失控 7月29号,纽约州宣布预计该州将因猴斗疫情进入紧急状态持续至8月28号 两日后的8月1号,加州州长纽森也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而就在8月4号,美国白宫正式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要知道,上次美国面临如此棘手的公共卫生危机,还是因为新冠肺炎病毒 如此一来,本来就没被人重视的猴斗疫情,也会让美国再次经历封城全民疫苗,死亡百万的恐怖场面吗? 早在两周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因为猴斗病毒在全球的扩散,宣布进入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况 随后,全美各州猴斗感染病例不断上升 截至今天已有超过6600人感染这种病毒,儿童也纷纷中招 现如今,除了蒙大达州和怀俄明州之外,美国已经没有净土 全被猴斗病毒占领,感染病例层出不穷 这还是检测水平没有完全跟上的前提下 在几个州的疫情相继亮起红灯,宣布紧急状态之后 美国政府立马召开会议,讨论本国猴斗疫情,并派出了两名联邦高级官员,成立小组做出协调 然而,再一看,感染病例上升的趋势一下子就冲破了6600例,稳稳的世界第一 政府感觉这么下举不行了,赶紧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加紧空疫,并调动一切可用资源 工卫部长在周四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准备将应对猴斗疫情的工作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 并在这里敦促每一个美国人认真对待这种病毒 随着更多的确诊病例,大家也逐步认识到猴斗病毒的恐怖之处 一位来自美国马赛诸塞州的感染者布莱恩 近日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痛苦病症 他表示,症状一开始还不明显,只是嘴上长了个疙瘩 结果睡一觉起来就变成了三个 几天之后,疯狂长成了十几个 自己照镜子就被吓了一跳 布莱恩的医生诊断后表示,他很可能就是感染了猴斗 立马安排他接种疫苗 结果,就因为他感染当时他所在的州政府并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卫生厅也不够重视 原本预期要打的疫苗,因为症状不符合资格被取消了 也无药可医 直到他的病情加重 布莱恩把自己的病灶照片发给医院 这才重新打上了疫苗 由此可见,这场猴斗病毒的确是被所有人都低估了 还有感染者的症状更为惨烈 本来应该长的是红疹子 结果变成了血浓包 一位叫做雷克的感染者,在不小心染上了猴斗病毒 全身发冷,头痛,慢性疲劳,身体都在疼 感觉整个人都不是自己的了 他表示,在不发冷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汗水里醒来 脸上和嘴里全是充满了浓液的肘块,极度痛苦 一般来说,头痘的症状包括发烧,领巴结肿大 头疼和出汗,肌肉酸疼,寒颤,疲惫,皮疹 但是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病发症 例如肺炎,细菌性皮肤感染和视力丧失 像雷克这样的病例也算少见的 还有人感染之后,症状虽然没有那么极端 但是也十分的痛苦 发烧,严重疲劳,疼痛,领巴结肿大 骚痒不止的皮疹一个不落 当美国政府意识到病毒的严重性后 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但其实这个疫情早已超过了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 7月30号,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的前局长 斯科特·葛特利布一针见血地指出 猴豆疫情将成为美国下一个公共卫生失败的案例 他指出,美国在已经经历了几次新冠疫情 但在应对猴豆病毒方面 依旧犯下了许多相似的错误 其中就包括了检测不足 有最新科学研究表明 猴豆病毒离开人体 还可以在环境中存活长达35周 美国国立医学研究院还曾经研究过 猴豆病毒气溶胶悬浮液 气溶胶中的猴豆病毒浓度 在18到90小时之内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 病毒有着在气溶胶中保持传播性超过90小时的可能 换句话说,猴豆病毒确实有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 虽然这个结果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佐证 但病毒气溶胶对公共卫生和传染动态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除了传播途径外 猴豆病毒也与新冠病毒一样 开始产生变异 猴豆牙国家卫生研究院先前发表的研究指出 与四年前猴豆病毒株相比 这次病毒株有50种遗传变异 推测有加速进化的迹象 且进化版本致死率更高 非洲就有70人感染了更强版本的病毒而死亡 目前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美国 将近一切努力扩大猴豆疫苗的供应 且已确定全国160万人都是感染高峰检疫群 而现在的疫苗剂量只够55万人用 一半都没到 面对着半猪吃老虎的猴豆病毒 大家恐怕要再次恢复 新冠疫情初期时的防护措施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